烈火如歌薰衣的真实身份是什么?烈火如歌薰衣是谁?烈火如歌薰衣是谁的人和暗夜觉是什么关系? 第二剧《烈火如歌》正在热播 在这部剧当中薰衣是烈如歌的侍女虽说是个侍女 但薰衣的身份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 以内在蝶衣的身世被揭穿的时候薰衣的反应非常不对劲 那么薰衣的真实身份是什么?薰衣是谁的人?和暗夜觉是什么关系呢?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剧中蝶衣的身份揭穿让薰衣的神情变化 显得这个角色非常的不对劲 其实虽然表面上薰衣的身份是侍女 实际上她的身份是不比烈如歌差的 因为她是暗夜觉的亲生女儿 只不过薰衣的母亲暗夜觉并没有那么爱她 因为薰衣并不是暗夜觉和自己喜欢的人的孩子 薰衣的母亲爱的人是自己的哥哥暗夜罗 但是注定是不能和暗夜罗在一起的